鹰匠投尸的一句课六经 这个小女孩就被狠心父母刺瞎双眼 扔到乱葬岗活埋 五年后再次归来 她成了茅山派长 要武力她有师 要财力有师叔 上届有大师兄 下届有二师兄君王 妈妈妈 疼妈妈抱抱 我生了七个儿子 才心心念念得来的宝贝女儿啊 你怎么就是个灾心呢 念念 别怪妈妈 要怪就怪你的命不好 东南亚那边的大师说了 你的生辰八字科六亲 早晚有一天会让陆家家破人亡的 必须封了你的蹊跷 把你活埋了 然后我们再去领养一个命格旺的女婴 这样才能保证陆家富贵荣华 长盛不衰 念念 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宝贝女儿 妈妈哪里舍得让你受活埋的痛苦 妈妈这就让你走得快一点 妈妈 念念疼 要抱抱 妈妈 念念要抱抱 把大小姐带去乱葬岗埋了 是 师兄 快 给我一颗回生丹 你是不是脑子有啥问题 你带个死孩子回来干什么 这是我在土里挖的 他因为出生时辰不好 被狠心的父母卖了 但他遇见了我 这就是他的缘分 命不该绝 我要养他 你瞧瞧咱锅里还有几厘米 你拿什么养他 这个你别管 我搬砖 挖梅 卖裤茶 我都要养活他 你赶紧拿一颗回生丹 喂他吃了 老者冷哼一声 不再说话 将视线移到了他怀里的女娃娃身上 没想到啊 这女娃娃竟然是阴年阴月阴日 阴时出生的 天生就是吃玄学这晚饭的人了 正愁着去哪里再收个天赋一柄的小徒弟来继承毛山 这不就送上门来了吗 明天我就去买一根棒棒糖 让这小女娃在毛山掌门任命书上按下手印 虽然他心里打定了主意 但面上却装作为难 这女娃娃可以留下 但我们毛山不养不相干的人 往后她得跟我姓 今日初期又逢旭日东升 从今后 她便名为燕尘妻 五年后 华都陆家 今天是陆家主陆建廷的五十八岁生日 正当热闹的气氛推动到高潮 随后便见一行员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你们都是什么人 到底是谁让你们来的 都给我滚出去 是我 只见一位女孩正拖着一口木房子 站在门口 臭丫头 你是谁 竟然敢来闹我的生日宴 少女冷笑 手上微微用力 木房子便飞了出去 小姑娘身手不错 只是不知道我陆家与你有何怨何仇 竟然让你在今天这样大喜的日子 来如此触我们的眉头 陆家主还是先打开看看 我给你送的礼物吧 难道是陆家谋害了这小姑娘的家人 她寻仇来了 我看八成事 陆家这几个儿子各个猖狂跋扈 在外面没少欺负人 这次遇到硬查了 当陆建廷打开木房子看到里的东西 顿时吓得腿一软跌坐在了壁上 只见里面躺着一个纸娃娃 三四岁的女童模样 触目惊心 赵金慧当即走过来向里面看去 不可能 不是 一定不是 陆夫人 什么不可能 不是什么 你 你到底是谁 燕成妻 不过 在我三岁之前 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陆新念 不可能 绝不可能 这些年来 她时不时地就梦见陆新念来找她索命 精神早已饱受折磨 妈 妈你别听她胡说 我才是你的新娘 赵金慧看了看她 这才缓缓地反应了过来 当初陆新念的双眼可是被她弄下了 而这个叫燕成妻的全身都好好的 怎么都不可能是陆新念 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 我的女儿新念好好的在这呢 你就敢来冒充她 真是胆道妄为 物之廉耻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吗 五年前 你们认为我是灾星 连夜封住我的蹊跷将我活埋 又从孤儿院领了一个 跟我年纪相仿八字旺的女童会来代替我 你们以为这样 陆家就能永远繁荣昌盛 没想到吧 我被人救活了 更没想到吧 我竟然还能记住你们的恶行 天哪 怪不得陆大小姐小时候 陆家把她送出国了两年 回来不仅变了呀 还改了名字 原来陆新瑶根本就是个冒牌货 这正牌的陆大小姐也太可怜了 好在被人救活了 如今她肯定是拜得高人为师 归来复仇 太撒了 没有 我没有 这就是我的念念 我的亲生女儿 燕尘七这个臭丫头 莫名其妙地跑来污蔑我 大家不要相信她 谁是你的亲生女儿 咱们来现场做个鉴定不就知道了 为了公平公正 你 我还有第三方 咱们个找一家鉴定中心 如何 鹰匠投尸的一句课六经 这个小女孩就被狠心父母刺瞎双眼 扔到乱葬岗活埋 五年后再次归来 她成了茅山派长 要武力她有师 要财力有师叔 上界有大师兄 下界有二师兄君王 得知燕尘七要做鉴定 赵金会立马拒绝 而陆新瑶却挽起了白莲花的手段 而燕尘七不想看到她这个白莲泡泡茶 立马给了她一大笔多 而陆家七儿子陆明雷看见这一幕 当即就向燕尘七赐取 然而燕尘七灵机一动 直接让她刺中 而后便让她直接进入豪华场所 包吃包住不用愁 晚上八点 挨乐的燕尘七拿出手机点了个外卖 可燕尘七没想到给她送餐的外卖小哥 竟然是她三哥 许华希还带着她大侄女 许悠悠 小七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医院 生什么病了 姑姑 你怎么住院了 你该不会要洗了吧 别瞎说 你姑姑好着呢 我好着呢 就是为有点不舒服 来医院调理调理 三哥你可千万别告诉爸妈啊 他说的爸妈是他的养父母 当年他师父和师叔 根本没法养他这个三岁的女 正好碰到他养母 去茅山脚下的道观球女 他师父就把他给了他养母 先养了几年 养父母家有四个儿子 虽然不富裕 但家中所有人都对他格外的疼爱 放心吧 我不说 谢谢三哥 三哥你送外卖 怎么还带着悠悠 大嫂不在家啊 我妈跟我说 我爸干修车工太苦了 他心疼 所以他要跟别的男人走 这样我爸就可以少养一个人了 大哥和大嫂 离婚了吗 嗯 大嫂前两天就走了 今晚大哥要加班 所以我就带着悠悠一起来送外卖了 好吧 等三哥和大侄女走后 他拨通了他二师兄楚燕的电话 难得啊 小师妹还能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二师兄 借点钱呗 你要钱干什么 小师叔不是在世界银行 给你存了一万亿吗 那钱的我十岁才能拿出来 还差两个月呢 但我妈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我想给她买个大金镯子 我这都是冥币 我敢借 谁敢收 那你直接给我一个大金镯子 虽然我这黄金堆成衫 但那都是死了千年的鬼王孝敬我的 我敢给 你妈敢带吗 那就是这点忙都不帮呗 以后再有个鬼从地府逃出来 你也别让我帮忙抓 你作为茅山的掌门 维护人间安稳 这是你的职责 你只要良心不疼 我无所谓 行 楚燕 咱俩之间没爱了 我要跟你断绝师兄没关系 说完 他就把电话挂了 可没想到 三秒之后他面前变成 正是他二师兄楚燕 小丫头 脾气还是这么绝 不是我不借给你钱 我的钱都是你的 只是师父有规定 在你历练期间 茅山人任何人不准给你帮助 眼看还有大半个月变到期限 你就不能再人人 燕尘七自然知道师命不可为 他也就是习惯性地 跟他二师兄逗逗嘴巴 你说你也是够笨的 算命啊 看香 你样样精通 自己怎么就连一个金镯子的钱 都挣不到 说到这燕尘七就来气 你没历练过啊 你不知道历练期间 无论给人看什么 收费都不能超过二十块吗 我每天累死累活口干舌燥 一天最多赚三五百 叫完房做 都不够吃饭的 楚燕没有接他的话 只是看向了他的小夫 你到底想要对付什么人 竟然如此伤害自己 说着 他便抬手聚了灵气 想要为燕尘七遇和伤口 不要 我今天去陆家了 这伤是我故意弄的 在他还没派行之前 不能消除痕迹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 对付陆家有很多种办法 为什么要伤害自己 哪有那么严重 这点伤 对我来说不就跟脑痒痒一样吗 行了 既然你不愿意借钱 赶紧走吧 这里可是医院 要是让院长老头头知道 你这堂堂地府的严君来了 绝对要请十八个道士来驱赶你 哼 怕是他和那十八个道士都活腻了 但楚燕还是走 只不过两个小时后 他又来了 看着病床上熟睡的燕尘七 他就那样坐在旁边 静静地看了他一夜 直到天边饭白才离开 早上 燕尘七刚吃完早饭 赵金慧便趾高气昂地来了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 听来的风言风语 非要说我害了我的亲生女儿 但我知道 你到我们家来闹这么一出 肯定是为了钱 要多少 直说吧 我不要钱 不是你说我的生辰八字刻六七 会让陆家家破人亡吗 我必须不能让你的话落空啊 别装了 我的女儿陆心点活得好好的 你绝不可能是她 你死皮赖脸的要穿上我们家 不是为了钱还是为了什么 说着 他拿出了一张银行卡扔到燕尘七面前 这里有一个意 够了吧 写一份谅解书 让警察放了我儿子 你竟敢如此猖狂 是想要杀人吗 你千万别污蔑我 嘎人可是犯法的 我只是要把你的银行卡还给你 是你没接住而已 你 别在这烦我了 赶紧管 不然我让警察来谈你出去 好 既然你要经酒不吃吃罚酒 我定会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燕尘七 若是我儿子真的进了坐了牢 我要你的命 我也告诉你 你儿子这牢坐定了 有本事你现在就来弄死我 哼 你尽管狂妄 等鉴定报告出来 我看你这个骗子还怎么蹦的 鹰匠投尸的一句课六经 这个小女孩就被狠心父母刺瞎双眼 扔到乱葬岗活埋 五年后再次归来 她成了毛山派长 要武力她有师 要财力有师叔 上届有大师兄 下届有二师兄君王 赵金会走后 燕尘七就立马买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安装在病房 接着又睡了个回笼觉 中午的时候 燕尘七还在睡梦中 就被病房里嘈杂的声音吵醒 只见陆家人又来了 而且还有扛着摄像机的记者 什么情况 陆家这是要因我 还是要道德绑架我 还没来得及细想 赵金会便哭着对她说 念念 我可怜的女儿啊 你打妈妈吧 妈妈竟然没认出来 你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 我的宝贝 你这些年在外面受苦了 陆建廷满脸沉重 也使劲地挤出了一滴眼泪 念念啊 这是与你妈妈无关 都是爸爸的错 五年前 你七哥带你出去玩 却不小心把你弄丢了 你可是你妈的心头肉啊 我怕你妈承受不了 所以就骗她说 把你送出国去学习了 然后我就一直偷偷地找你 可惜怎么都找不到 过了两年 你妈妈都对你四年成疾了 我没办法 才领养了新瑶回来 说她是你 好在小孩子长得快 即便新瑶跟你容貌不一样 你妈妈也没有怀疑 念念 都是爸爸的错 爸爸不求你原谅 但求你别怪你的妈妈 怪我 都怪我 我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 我算什么母亲 我该死 燕晨妻小姐 经过鉴定结果 警方已经证实了你才是陆家真正的千金大小姐 那陆明雷就是你的亲哥哥 你还会继续追责他自伤你这件事吗 原来是鉴定报告出来了 应该是陆家抵赖不掉 所以找来了记者养苦肉计吧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别管陆明雷是谁 他伤了人就要承担应有责任 那燕晨妻小姐 请问你之前说陆先生和陆夫人嫌弃你的生辰把你埋了 这是事实吗 是 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吗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需要怎么证明 你说陆家人疯了你的蹊跷 那为什么现在你全身都是完好无损的 我的师父是个道士 他医治好了我 既然你的师父这么厉害 他怎么不出来给病人医治 我说了 他是个道士 不是大夫 我继承了他老人家的一波 谁要想算命尽管来找我 那你看看我什么时候能结婚 什么时候能发财 你老婆上个月刚死 你就这么急着再婚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 是你和别人偷偷秀恩爱被你老婆撞见 他才气得心脏病犯了去世的 至于发财 你这辈子到土里那天都是个老赖 我才没有 你别胡说 这时 大家都没想到 陆星瑶竟然扑通对着烟尘气跪了下来 姐姐 这些年都是我顶替了你 想了你的荣华富贵 七哥也是为了保护我 才不小心伤的你 求求你放了七哥吧 只要你写一份谅解书 让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看着他又开始了白莲泡茶了 燕尘七本能就想抬手 可以想到病房里的针孔摄像头 便作罢了 你以为你那点小心思我不知道 你不就是想到的绑架我吗 不就是为了体现出陆明雷为了保护你才伤的我 他只疼爱你这假妹妹厌恶我这个真妹妹吗 还顺便再来个挑拨离间 放心吧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原谅你们 更不可能再姓陆 至于陆明雷 先不说他伤了我的事 就说被他伤害的那些少女 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吧 他不吃这碗免费的饭天礼不容 燕尘七你 赵金会刚想呵斥 想到记者的摄像机便又语气软了下来 燕雅 你误会你七哥了 他二十几岁了 连恋爱都没有谈几回 怎么可能去伤害女孩子呢 念念 你回来了 咱们一家好不容易能团聚了 当妈求求你了 你原谅你七哥吧 住口 当年你买我的时候 我才三岁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这么狠心的女人 怎么还敢称是我妈 你不配 赵金会委屈巴巴转身对那些记者 今天是我们找回亲生女儿的大喜日子 请各位多给我们一些私人空间 采访就到这里吧 这记者是他找过来的 他一发话自然全都走了 关上门后 赵金会和陆家人都变了脸 跪在地上的陆星瑶也站起了身 怎么 摆拍完事了 就不装了 虽然你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但这么多年 我们早已把瑶瑶当成亲生的了 对你并无感情 而且瑶瑶才华出众 只书达理 只有她才配当我们陆家的大小姐 陆家容不下你 识相地 写了谅解书 拿钱走人 无论你对我们有多大的恨 我都劝你不要以鸡蛋碰石头 不然 这滑斗以后你都别想踏进来半步 难道你们还想再买我一次 你记错了 没人买你 嘎人那是死罪 所以无论怎样 她都不可能承认 哼 陆明雷犯了错必须要承担责任 你们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可能写量解说 至于不让我踏进华多 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能管住我 臭丫头 你别太猖狂 我可没有你们猖狂 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能买 行了 都别在我这没脸没皮的找羞辱了 滚吧 陆家老四陆明为止 编程七说道 你跟谁说话呢 真觉得我们陆家好欺负是吧 我告诉你赶紧写量解说 要不然 什么猫狗的都想威胁我一句 我就那么弱吗